第26集 吓人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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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屎 我眼睛没瞎 别往前凑了 你行吃啊 说你傻 但也没傻到那个份上了 狗娃 别说话 路上有人 听您的 李师兄 不多时 吕状元就看到从林子里边走出来的那些人 当看到那些人的模样时 吕状元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难怪刚刚小儿子会说有鬼 这长得也忒吓人了 脸上黑一块白一块的瘦子 白头发的女人 躺在一人背上螺圈腿的怪人 甚至还有一人满脸都长满了毛 走南闯北的吕状元 也算得上是见多识广了 可还是被眼前的一幕给吓到了 爹 我怕 吕状元才不断的向后缩着 似乎是想把身体尽可能的缩到自己父亲身后 你怕呢 我难道就不怕吧 吕状元在心中对着自己小儿子狂骂 要不是这群人中有一个俊道士 以及几个道童模样正常 他怕不是早就转身跑了 吕状元哆哆嗦嗦的对着离火望坐一 这位道爷 这些都是你降服的精怪吗 这话一出 顿时他收获了一大批敌意的目光 老东西说什么呢 偷打是吧 说谁精怪呢 吕状元看到 那俊道士一摆手 让咄咄逼人的黑白脸精怪听口 心中更是确定了自己的想法 这位老张 麻烦问一下 这条路通往哪里啊 啊 五里刚 前面就是五里刚 不远 不远 这话一说完 吕状元用手中汗烟 偷偷的移趟马屁股 马儿的嘻叫一声 拉着箱子顺着临间小路跑去 我的马 哎呀快跟上啊 哎呀 吕状元带着其他人 假装焦急的向着马追去 他们跑得飞快 没一会儿功夫 就把那些东西甩在了身后 这一跑就是一个时辰 看到自己的小儿子都跑吐了 吕状元带才吹了一个口哨 让马停了下来 等停下后 他没有管小儿子 而是第一时间去看拉车的马怎么样了 在这个戏班子里 马可比人精贵 此时天已经慢慢变暗 已经快到晚上了 满头大汗的吕举人大口大口喘着气 哎呦我的亲娘哎 那些 那些到底是啥东西啊 可吓死我了 哎呀 你没看见天黑了吗 快去林子找些柴火去 在林间小路旁 暖和的火堆升了起来 给烤软糊的杂粮馒头 送进了所有人嘴里 粮食的香甜 抚慰着他们那 担惊受怕的内心 吕专员对着其他人说道 哎呀 看你们下的那熊样 那出门在外的 碰上点邪门事算什么呀 越是这种时候啊 越是不能慌 我告诉你们啊 爹 那些兴许不是什么精怪呢 我看蛮像人大 而且那小道士还叫你老丈呢 听到儿媳妇说这话 吕专员晃了晃 手中的水葫芦 你管他是啥 咱们都别掺和啊 你们都给我寄牢了 那出门在外啊 想要活的命长些 那有些东西啊 只要能躲开就别沾惹 这可是吕专员的人生哲理 不管怎么说 就靠这一点 他活到了这么大岁数 而且他也打算把这一点 传授给自己的小儿子跟大儿子 毕竟等自己老了 这个戏班子也要靠他们接班赶场 把手中的水葫芦 递给了一旁的外甥 吕专员看笑 正躺在自己儿媳怀里的孙女 看着他用刚长出来的乳牙 磨着一小块馒头 吕专员越看越觉得欢喜 他转身从车上一个圆坛子里 掏出一枚咸牙蛋 小心拨开一个口子后 把那滋滋冒油的蛋黄 送到孙女的嘴边 来来来 男男啊 吸这个 这个香啊 看着孙女卖力的瞬息着 吕专员双眼 顿时笑得眯成一条线 虽然可惜不是个孙子 但是毕竟隔代亲 他还是对这个小孙女 稀罕得不得了 感觉到这是一个好机会 罗娟华马上开口 爹 你看 这袖啊 都这么大了 是不是该有身衣服了 天天拿戏服套着 也不是个事啊 一听到儿媳提到钱 吕状元的笑脸立马消失了 五官皱到了一起 刚要回绝 可是看到小孙女身上 松松垮垮的戏服 他的心又软了 啪哒啪哒地抽了几口汗烟 脸上褶子更多的他 走到车前 拿出长条铜锁来打开箱子 伸手在里边摸索了好一会儿 他数了五十枚铜钱出来 那个 你别去镇上买步啊 贵 等过两天呢 到了五里刚 你去问问 那谁家女人织布的 去他们家啊 买个鸡翅 你记得多问几家啊 找最便宜的那家 还有啊 记得买棉布 别买麻布 那袖的皮肤嫩 那买麻布啊 磨得难受 我晓得了 罗娟花眉开眼笑地 接过铜钱 他本以为能要到 买麻布的钱就很不错了 没想到这一次 铁公鸡居然打名了 小孩个头小 做衣服要不了多少步 自己这次 兴许还能抠点下来 等看到自己的孙女 把蛋黄吃干净了 李状元把剩下的蛋白 给大人们分吃了 虽然一人没分多少 可是尝了点咸味 还是吃得很高兴 这可是好不容易 才能开此婚呢 天已经黑了 吃完饭也没有什么事情做 听着李状元讲了几个 不知道从哪听来的老故事 就要睡觉了 今天手上半夜的人 是吕举仁 走了一天了 吕举仁已经很累了 但是他还是强打着精神 盯着眼前的火堆 别让他熄灭了 吕专元坐在儿子身边 又开始啪哒啪哒地抽起汗烟 儿啊 你去睡吧 我盯着呢 李举仁打着哈欠 爹 没事 我不困 你去睡吧 费什么话呀 赶紧睡去 我老头子睡得少 就在俩人在篝火前争执着 吕专元忽然用手捂住 自己儿子的嘴巴 用手指向远处 黑暗中的树林子 一道又尖又细的女人笑声 忽然在他们的右侧响起 吕专元跟他儿子 下意识地望去 出了黑暗 却什么都看不到 你们说 我像人 还是像神啊 漆黑的林子开始晃动 似乎里面有什么东西要出来 吕专元顿时被吓得一身冷汗 见多识广的他知道 这是有东西在向自己掏口风了 这可不能乱回他 要是答错了 搞不好就要家破人亡的 可现在的问题就是 林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向自己掏风了 夜间林子有节奏的摇晃 发出诡异的沙沙声 好吃的 那只能让你打散不小 好 好 感谢观看